技术方向的学生 因为大家可能面临研究生的选择 给大家讲讲我们对于研究生的培养 今天我这个讲座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就是养心殿的一个建筑的历史的演变 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二部分主要是讲养心殿建筑室内空间的历史变迁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分析现存的养心殿室内的装修 以及它的使用功能 那我现在就开始我的这个讲座 养心殿这个建筑是位于紫禁城的内庭的部分 我这一张右边的这张图的红色的 涂了红色涂层的就是养心殿所处的位置 它是在乾清宫的西边 西六宫的南面 养心殿这个建筑群呢 它是由前殿 后殿 东西配殿 还有后殿的东西尔房 以及东西尾房 组合而成的一个建筑群落 这个建筑群并不是很大 它主体建筑是由前殿后殿组成 中间是有一个公子郎把它给连接起来 所以平面呈这种公子形 前殿是三殿 后殿呢 是五殿 是黄色的琉璃瓦歇山顶 前殿的民间和西间 又前面接了一个报纱 前殿的前面呢 左右有东西配殿 后殿有东西尔房和围房 前后殿之间呢 又有一个短的墙给它隔开来 养心殿 刚才子林主任也说了 养心殿并不是1420年 朱棣建成紫禁城的时候就有了 他是到了嘉庆16年才建的这个养心殿 养心殿的园 前面原来他在他的西南有个无良殿 这个嘉庆皇帝呢 他信奉道教在那里练丹 所以这个养心殿可能是跟这个嘉庆皇帝 这个无良殿是有关系的 到了清代以后 清寻明治 清代的皇帝进入到紫禁城以后 应该居住在乾清宫 但是在顺治初年的时候 乾清宫修缮的时候 这个体量很小 就让后妃们居住 顺治皇帝他住在魏玉宫 就是现在的饱和殿 到了顺治12年的时候 就开始按照明代的规制 来修复乾清宫 十二年修建 十三年修成以后 这个顺治皇帝就居住在乾清宫 但是这个由于这个工程质量很差 经常的漏雨 没有用多久以后就经常漏雨 墙壁呢也歪斜了 地砖也不稳 这个时候顺治皇帝 一直到他去世都是在养心殿居住 到了康熙朝的时候 就在养心殿设了照办处 所以我们现在说照办处的档案 都习惯地称它为养心殿照办处 雍正登基以后 就把养心殿作为他的肖干请信之所 也就是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凡是他办理的这种证物啊 招对引荐 都是像乾清宫一样 就按照明代乾清宫的规制 也进行了一些改造 从养心殿的建造 到我们现在 这三张图给大家放的这三张图 一张是康熙时期的皇城雅属图 一张是乾隆时期的金城泉图 最后一张是我们现在的撤绘图 从这三张图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个的建筑区域的建筑和它的格局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呢养心殿从雍正开始 作为他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后代的各朝各代的皇帝都居住在这里 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一些重新装修 所以它的室内空间的格局 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养心殿的室内格局 这一张我给大家放的这一张图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养心殿的室内的 大概的一个情况 前面是养心殿的前殿 是三个大间 西边加了一个梅屋 后面是五间 就是皇帝的寝宫 再加上东西尔房 我们看到的养心殿 是什么时期形成的 其实它是经历过一个非常漫长的修改 还有它的那个装修的一个过程 那我这节课就开始跟大家来分析 利用这个我们查阅的档案文献和国家博物馆 提供的样式雷的图纸来进行分析 分析它每一个房间大概成型于什么时候 在顺治和康熙时期呢 刚才已经说了顺治皇帝曾经住在这个地方 一直到他去世 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 顺治时期他这个室内空间的布局 已经没有办法知道 到了康熙的时候 有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叫张成 他的日记里面记载过 养心殿呢 它是包括一个正殿和两亿的配殿 正殿是朝南的 有一个大厅两边是两个大的耳房 正厅呢 它地下是大理石 顶上是有一个 有一个着井 着井的中间有一个龙 中间雕的龙 口上闲着下垂的球 它的室内呢 有一个一尺多高的一个坛子 上面还铺了地毯 上面还有一个龙椅 两边的耳房呢 两边的耳房就是都是两个大间 中间没有其他的间隔 左边的一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东暖阁 它看见里面都是画像雕刻匠还有油漆匠 放了很多的大的柜子里面有一些书籍 右边的一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暖阁 西暖阁呢 这个是康熙皇帝经常到这里来 有时候会到这里来休息 看这个工匠们做这个 这个招办处作房的工匠们做这些器物 就会在这里休息 从这个他的记载里面看 西暖阁也没有间隔 它也是一个大的房间 在南边有一个大的床 从这一头 从东头到西头 沿着南窗户 是一排长长的这个炕 里面也是比较空旷 没有太多的空间的分割 到了雍正时期 他把它作为这个宵干寝信之所 也就是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所以他要进行一番的改造 他这个地方已经改成了像是 前清宫一样的这么一种功能 他民间就悬挂了中正人和的匾 在东暖阁 我们从档案中查阅到 他在雍正时期 东暖阁是搭建了仙楼 仙楼的下面呢 他还有一室春河 长春方丈和阳坯丈 这样的一些空间 但是他的具体的位置 我们现在并不是很清楚 西暖阁呢 从乾隆元年猜出的 西暖阁里面的建筑构建来看 我们觉得他是没有搭仙楼 在雍正时期 他曾经在西暖阁设那个斗坛 雍正九年的时候 这个档案记载 雍正呢 制作了一批这个浮板 有木制的浮板 有放在太和殿的 前清宫的 其中有一块这个黄铜制作的浮板 是放在养心殿 随后呢 还做了一些小的供器 就是五供 放在他的前头 在我们 这个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时候 在修缮的时候 在勘察的时候 我们在养心殿的正间的天花上面 就发现了这个浮板 这就是我这个PPT右边的这一张图 正面和背面的照片 这个浮板呢 他也就是放在这里 因为雍正是雍正八年的时候吧 得了一场大病 后来呢 他这个病好了 好了以后 他为了保佑这个身体的平安 那就做了这个浮板 放在了他重要的宫殿 宫殿的这个天花上面 有太和殿 有前清宫和养心殿 养心殿的后殿呢 他是作为寝宫 从档案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见 应该是民间设了一个宝座 宝座床 东边有两间 西边有两间 里面的具体的格局 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个非常受到 艺术史界的学者们关注的 就是在他的西二间 安装了一个插屏镜挡门 但是这个插屏镜的挡门呢 既可以作为镜子来使用 又可以当门来使用 但是他具体的形式 现在也没有办法考证 接下来就是乾隆登基以后 就对养心殿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乾隆元年的时候 他把民间的宝座的后头 又安装了四扇这个小的格扇 穿堂的旧门也不用了 西暖阁呢 搭建了仙楼 他把前面搭 前面有秦镇清闲 有温室 仙楼呢 后面呢 后面 西暖阁后面呢 又向南伸出来了一间 楼上呢 是有长春书屋和重云 楼下又分成了民间 东套间和西寝宫 我们现在从养心殿 西暖阁仙楼的形状 空间的分割 还有圆光门里面的抽屉床 还有拉钟线 钟表和拉钟线 这些遗迹来看 乾隆时期这个养心殿的 西暖阁的仙楼的格局 已经是定了型的 这些等会儿我们 我具体介绍每一个房间的时候 每一个空间的时候 会给大家来分析 到了乾隆四年 又把养心殿室内的金砖 全部换成了金砖的地面 它这个养心殿之前 应该不是使用的金砖 应该是用的大的方砖 到了乾隆四年 就把它全部改成了金砖的地面 乾隆十一年到十一年 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造 主要是前面 西暖阁的西边 把温室改成了山西堂 后面呢 它把仙楼的功能改变了 把里面安了佛塔 仙楼的上面呢 就改成了一个佛堂 把长春书屋就移到了楼下 又进行了重新的装修 同时东暖阁 我们也看到档案上有 东暖阁的装修 还有隋安史的装修 这么一些记载 到了乾隆十五年 又进行了一次的改造 就是它主要 这次改造主要是 民间的改造 民间呢 它这个后门的格扇又换了 而且制作了 紫檀木的书格 有六座 摆在民间的两边 到了乾隆十九年 还为这两边书格上 写了书名 乾隆二十五年呢 又进行了一次改造 乾隆二十五年更换的是 屏风宝座 建架 香脊 这些成色物品 西暖阁的仙楼 也进行了一部分的改造 到了乾隆二十八年 到三十年的时候 对三西堂 又进行了重新的装修和改造 三十四年呢 在民间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虚拟座的地平 又三十四年重新制作 到了三十八年 又一个大的动作 就是养心殿 原来是东暖阁 西暖阁民间 这个是前殿的一个格局 它在西暖阁的西边 又搭建了一个梅屋尔殿 院子里面堆了一些珊瑚石 这个梅屋的里面是堆砌了一个宣石山 也搭地炕 改安门口 制作匾额 这样呢 西暖阁后面就接出了一个小的房间 打破了这个东西对称的这么一种格局 到了三十八年之后的改造 就是一些微调的一些工作 就没有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找到的样式雷图档里头 我认为是比较符合乾隆时期的 一个空间格局的一张图 从这张图中 这个红色的字是我给标上去的 这张图的西暖阁 等会我会讲 就是它这张图 民间西暖阁和东暖阁 我认为是比较符合 乾隆时期的一种格局 一种状态 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西暖阁 在文献中记载 西暖阁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都设有宝座 而且这个西暖阁的匾额有秦正清贤 有三西堂 有长春书 有自强不息和无倦斋 左边的这张图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样式雷的养心殿图中的西暖阁部分 右边的这张图是我们现代的测绘图 从这两张图对比来看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空间格局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除了楼梯的这个形式有一点变化以外 其他的都保留了乾隆时期的一种空间格局 那我们再看东暖阁 东暖阁从文献中记载 在乾隆时期也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面呢是温史安的宝座 温史就是这个宝座就是这个位置 前面在他的南间还有一个名窗 北边是分了三间 中间是叫纪索托 西东边是灾史 右边是隋安史 而且东暖阁他也是分成了上下两层 上面一层呢是供了佛像 在他的面西的这个上层 面西的位置有一块匾叫如在其上 但是下面这一张图 从下面这张我们现代的测绘图来看 这个东暖阁的格局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他已经没有了线楼 就成了一个单层的一个建筑 室内是单层的 另外呢他的北边的这个房间呢 空间非常的简洁 只分成了两大间 东边一间西边的两间其实是连通的 他就是有了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东暖阁跟前龙时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想知道前龙时期东暖阁是什么样子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到宁寿宫区域的养性殿的东暖阁去考察 养性殿呢是前龙三十七年的时候 为了给自己做建造一处退位以后居住的地方所建的一个建筑群 其中养性殿就是按照养性殿来建造的 基本上是copy过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养性殿的现状 从这张照片的后面这个部分 跟我们上面前龙时期的养性殿的东暖阁的图来比较 它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在之后 它就是在养性殿的东暖阁 在之后就进行了一个长期的一个修改的一个过程 东暖阁在乾隆和嘉庆的时候基本上是保持了一致 到了道光的时期呢 道光初年就开始局部的进行了改善 但是到了道光十四年到十九年的这段时间呢 它就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改造 把东暖阁的仙楼给拆掉了 改成了一个假仙楼 就是没有楼梯可以登林上去 但是呢 还有仙楼的这一个空间 之后又在十九年到二十年的时候 又为了它过六十日大寿 又进行了一些修饰 但是这个就是比较短 就是比较没有改变它的整个的格局 是一些轻微的一些变化 而且东暖阁的这些名称 在道光时期也进行了一个改变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呢 他就恢复了乾隆时期的格局 但是咸丰皇帝就说 咸丰二年的时候 它是仿照乾隆和家庆年间的 旧的饰样来修饰的 而且他还说 这个乾家时期的东暖阁 饰样妥善 以后也不要再增减 但是同治继位以后 在同治六年 同治十一年 到同治十二年都进行了改造 其中同治十二年的改造呢 没有实施 但是部分的装修的构建 是流程了下来 到了同治十三年的时候 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一个调整 把仙楼给拆掉了 重新制作了一个挂岩栏杆 上面呢 也是提桩上面忽视了一些贴落 这一张同治十三年的图上 我标注了一些红色的圈和蓝色的圈 这一张图基本上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养心电东暖阁的样式 红色的是我们现存的一些装修的构建 但是这些蓝色的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就说明同治十三年的时候 这一次的改造已经为我们之后的养心电定下了一个基础 之后的到了光绪时期的改造 只有一些局部的一些调整 养心电是分为前电和后电 刚才我已经说了前电的一个空间格局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从前电到后电要经过一个穿堂 也就是我们说的工资电 穿堂在文献上记载 它前面是有一个门 门的两边是有两个小门 前面是有一堵墙 那个墙的两边是有两个小门 后面还有一个 后面就是在跟后电相连接的地方 还有一个装修构建 从这是一张同治十年的图纸 同治十年的图纸 从图纸上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它的南部就是与前电连接的部分 还有一堵墙和两座小门的存在 到了后面的这一部分呢 就跟我们现在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放一些图片看 跟我们现在 那个现存的养性殿的穿堂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现在的养性殿是上面这张图 上面的养性殿的穿堂是上面这张图 那什么时候 刚才的那张图上我们看不到这一个取齿壁子 那这个取齿壁子是什么时候搭建起来的呢 这一张同治十二年的图纸 这所画的这个取齿壁子 它的尺寸和它的形质 包括它使用的文式 都跟我们现在上面这张图的取齿壁子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同治十二年的时候 穿堂进行了改造 而且就是这一次的改造就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 而上面就是它的后部跟后垫连接的部分 是一个落地罩 落地罩上面有与物同春的匾额 以及旁边有一些旁边的匾和一些字对 这个在乾隆二年的档案里有明确的记载 那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后垫 穿堂的后垫 也就是后垫的前垫 它应该定型于咸丰二年 但是它的穿堂的前垫 那是同治十二年的时候改造之后的这么一个状态 从穿堂再往后面走 就到了我们养心殿的后殿 养心殿的后殿是从雍正开始 就是皇帝起居和宴请的地方 在雍正的档案里面介绍的 我们可以看到东边和西边都有寝宫床 乾隆时期也是有民间 有西暖阁 有寝宫 有游渝斋 有幸可乐也 这么一些名称和匾额的出现 在后殿的东门 是挂了一个乾隆的乐天的匾 再往里就是能见史 就东次间是能见史 到了东烧间 就是游渝斋 后殿的西门是夷神 嘉庆时期对这个养心殿的后殿 又进行了一些改造 他把西边的两个大间 改造成了一个供佛的地方 这个养心殿的 嘉庆皇帝写的养心殿连句里头就说 后殿的西暖阁扁阅夷夷神 始终是供奉了佛刊和佛像 到了后面的从道光开始 后殿也在不断的改造和演变 那名称也是非常的丰富 这就是大概一个 他的一个文献记载的一个情况 我们从这一张图是咸丰11年的样式雷图中 可以看到冬暖阁 不是冬暖阁 就是养心殿后殿的东间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养心殿后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有能见史 也有鱿鱼斋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能见史和鱿鱼斋的这个匾额 西间也是不同的 那么养心殿的后殿 我们现在看到的养心殿的后殿 大概是成型于什么时候呢 这张图是样式雷图档中 同志十年的一张养心殿后殿的改造的图 前面是他后殿当时的一个状况 然后上面的这张图呢 是他要改造的草图 从他这个改造的草图 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养心殿 基本上是相同的 同时同志十二年的招办处的档案里头 记载了一个他挂扁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现在的养心殿的后殿的空间格局 是成型于同志十二年 所以养心殿除了前殿和后殿之外 在后殿的东边和西边还有两座建筑 这两座建筑也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清代的晚期 这两座建筑 一座现在叫体顺堂 一座叫宴喜堂 当时在明宫史里头记载 东边是龙喜堂 西边是珍祥堂 在清代的雍正时期 从他的修缮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来 他这两个殿座 是作为皇后和嫔妃们侍寝的地方 但是一直没有命名 一般的情况是东尔房 是皇后居住的地方 西尔房是嫔妃居住的地方 到了咸丰二年 这两个殿的照片 这是两个殿的照片 到了咸丰二年的时候 这两个殿就挂上了匾河 东尔房叫着水旅殿 西尔房叫着平安石 但是功能跟雍正和乾隆的时候 是一样的 东边是皇后居住的 西边是嫔妃们居住的 到了咸丰十一年的时候 咸丰皇帝去世 八月份的时候 咸丰皇帝去世 这个同治皇帝继位 同治皇帝继位 因为同治皇帝年龄太小 他需要这个皇太后的辅佐 所以这个慈禧慈安 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同时也跟小皇帝一起 住进了养心殿 那住进去以后 就按照皇后和贵妃的这么一个地位 慈安居住在东尔房 慈禧居住在西尔房 那为了居住的需要 又进行了一次的改造 当时的西尔房叫平安室 这个是平安室的一个改造图 平安室的改造 因为应该先放这个 东尔房的 就是水旅店的图 但是我先是因为这个空间不够 先说这个平安室 平安室 我们从这个旧图中可以看出来 平安室两边 民间东西两间完全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推断是 上面这个图是旧图 下面的图是新的图 从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推断出 当时并不是一个嫔妃居住 它可能是有两个嫔妃事情的 这么一个房间 但是下面这张图是 慈禧太后居住以后 她要进行改造 她是按照水旅店来进行改造的 就改成了一个人居住的这么一个空间 下面是我 有一些这个详细的改造的一个情况 我这就不具体的讲 就给大家看这些图和它 它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这个进行的一些改造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把这个截屏下来 可以看进行了哪一些的 哪些的变化 同时呢 咸丰十一年的时候 水旅店也进行了改造 它的改造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东间的这个宝座床移到了中间 民间 民间呢 一般是身座寿礼的地方 所以把这个宝座床放在了中间 东边的房间进行了一些改造 那这个到了咸丰十一年的时候 空间的格局就基本上形成了 但是到了同志十一年的时候 又进行了一个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就是又做了两扇 那个格扇 民间的东西都是做 用格扇给它相隔 这个一直保留到我们现在 一会儿在后面的讲解里头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 这样就是整个养心殿 室内空间格局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现在做一个小的总结 就是养心殿的建筑的室内格局 前殿是分为民间 东暖阁和西暖阁三大间 前殿的民间从清初一直到清末 它的空间格局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装修是保持了乾隆时期的状态 西暖阁是基本保持了乾隆时期的一个空间分割的 这么一种原貌 梅屋西暖阁再往西的接出来的这个梅屋 应该是道光时期改造的一个结果 这我后面的后面会进行一个分析 但是这前面的这个空间演变的这一节里头 好像少了这么一节 那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补上 冬暖阁呢 它是保持了同志十三年改造以后的这么一个空间格局和装修 光绪年间进行了一些局部的一些修改 那穿堂和厚殿是同志晚期的状态 东西二房呢 它的空间格局是在咸丰十一年就定型 同志十一年的时候又修改了一个装修 这就是整个养心殿的建筑室内空间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也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养心殿的室内空间能保持的这么一个时间状态 下面呢我就具体的来讲一下养心殿建筑的内沿的装修 和它使用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我是做内沿装修研究 内沿装修研究呢 它是也就是建筑的室内空间分割的这么一种建筑构建 叫内沿装修研究 所以我基本上我做的这些研究都不会太超出这个内沿装修的这么一个范畴 所以我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 每个房间的内沿装修的一个形式 其实也包括一些装饰 也就是室内空间的一个格局的这么一个状况 养心殿从清代雍正时期开始作为它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前殿呢它的刚才已经介绍了就是东暖阁 西暖阁和后殿分成了很多的空间 它前殿所承载的功能基本上是礼政 义事 建赏 读书 礼佛和灾戒的地方 后殿呢就是皇帝的寝宫 下面给大家看的这张图是我们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之后 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养心殿 这本书就是八代地居故宫养心殿文物展览 这么一个展览当时他们的一个宣传册上画的一幅画 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生动 所以就用在了我的PPT里面 养心殿分为 这个前殿这个分为三大间 民间呢主要是召见大臣的一些活动 它的建筑的空间呢可以看到 屋顶上有藻井有天花 藻井也是用在比较高等级的建筑中 这个两边的墙呢是游的是红墙 像太和殿 前清宫这些主要的建筑 重要的建筑 两面就是民间两边跟东间和西间隔开的这个墙 都是游成了红色的墙 而且门上会安装屁颅帽 因为这张图有一个屁颅帽的角 看不到那个一个大的屁颅帽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还有就是在它的民间的中部后靠后的地方 它会有地平宝座 就是皇帝在这里办公时候做的这个宝座 和后面有屏风 以及一些香炉啊 路端啊 这么一些礼仪性的陈设 而且在养心殿的后面 有两边是三个书架 这个我刚才在它的空间的演变的过程中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这都是乾隆时期制作的 我们现在的养心殿基本上 养心殿的民间基本上是保持了 乾隆时期的一个空间的状况 和它的一个陈设和装修的原貌 那它是把养心殿作为它的工作区域以后 它工作和生活的区域以后 它是按照乾隆宫来进行一些改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宫 它这个建筑呢 是比养心殿更加豪华一点 但是大体的空间格局 和它的这个装修也是 也差不多 那养心殿的民间 我们说是它是召见成功的一个地方 在清朝的时候 对四平以下和七平以上的官员 他们的任用提拔调动 都要由皇帝来接见 一般的情况呢 是文职官员 是由吏部的考核官来带领他们引荐 五职的官员呢 则是由兵部来带领引荐 这个皇帝对他们进行一些考察 这样这种方式呢 这种接待呢就称作引荐 它引荐的对象呢 就是这些新寿的一些官员 还有一些调任的官吏 潜龙三十年 潜龙三十年 中国社科院的吴诗周教授 写了一本书叫做《潜龙十二时辰》 我之后这个凡是潜龙三十年正月十八日的这些活动 基本上都是取自于他的这本书 他的这本书就讲述了 潜龙三十年正月十八日这一天的一些活动的轨迹 从他早晨起来 从养心殿出来 去到潜青宫 再到那个现在的中南海的童玉轩吃早餐 再回来以后到重华宫 以及在养心殿里面的活动 我都是取自于他的这本书 其中他说正月初八日这一天呢 潜龙皇帝接待了哪些人呢 因为接待的人数太多 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其中列举了三条 这一天吏部一共带了八批人次 登陆姓名的官员就有三十八人 兵部带领了六批 登陆姓名的有十二人 公部带了一个人 所以呢 总的算起来一共是有十五批人 一共是五十一个人 这是乾隆皇帝正月初八日接见的这些官员 那接见完了官员以后 他就到养心殿去 对这个 这个 时间点有点错误 就养心殿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正殿的一个空间的 内延装修的一个形式和他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再到他西边的秦镇清闲 这个黄色的区域就是秦镇清闲 秦镇清闲是皇帝 清代的皇帝批阅咒章和大臣们商谈国事的地方 这个空间非常的简单 在他的座榻的上面 在房间的后部有一个宝座床 这个上方呢就挂着秦镇清闲的匾 这个匾是雍正皇帝书写的 两边呢就挂了一幅对子 就是唯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这对子也就表示出他奉及为公的 这么一种理政思想 那他这个建筑 其实空间的格局也很简单 装饰也比较简单 就是用这个白色 白色有这个印着花纹的壁纸 进行了一些表壶 没有过多的间隔 也没有过多的装修构建 所以看起来也是比较肃静和大方 也易于跟这些大臣们沟通 在养心殿的秦镇清闲 这个地方是皇帝召见军机大臣 愁之正事面受致赤 以及各部院四堂官 以及各奇缘轮值咒事的地方 也就是跟批阅咒章和召见大臣 跟大臣们商议国事的一个地方 从吴师周先生整理出来的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 这一天 乾隆皇帝批阅了哪些咒章呢 因为你要看 是不是他是在这一天批阅的咒章 一定要乾隆皇帝朱笔签的是这一天的日子 有的咒章他是这一天咒的 但不一定是这一天看 但是这一天乾隆皇帝看的咒章里面 其中汉文的咒章 云贵总督刘早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咒章 直路总督方贯城是有一个咒折 还有满文咒折是有三个满文咒折 这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但是这一天的十点到十二点 他在这里批阅咒章 批阅完了咒章以后 在去的养心殿的正殿 接见了这个外面来调任的 和这个提任的这些官员 在正殿接见完这些官员以后 他又回到勤政清闲殿 又开始批阅了咒章 在引荐以后呢 他批阅咒章引荐以后 进行了一个晚膳 吃完饭以后 稍微休息一下 又开始批揽各内阁 所进的各部院的都府和提政的本章 那这些工作都结束了以后 在文献里头在文献里头还记载他与富恒进行了晚面 也就是跟富恒在这里商议一些国家的事情 养心殿的西暖队的西暖阁的最西面 这个三西堂 也是养心殿最著名的一个小的房间 三西堂这个位置在乾隆初年的时候叫温室 他并没有他改造 乾隆元年改造西暖阁的时候 并没有把它命名为三西堂 但是到了乾隆十一年的时候 因为他收藏有王羲之的快雪石琴帖 王羲之的中秋帖 还有王群的博远帖 他认为这三幅帖子都是西式珍宝 所以把这个养心殿的温室就改凝成三西堂 而且书写了三西堂的匾额 挂在他的玉座的上方 三西堂这个建筑 位于养心殿西暖阁的最西边这一小间 这个房间非常的小 面阔只有两米一 近深也就是六米 高也就是两米一 他还分为了前后两个小间 中间是用砍窗把它给隔了一下 南边是就是靠着南边窗户这一间呢 是一个高低康 那临坐就是他的宝座床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西堂的南间 是这张照片的样子 这个照片的上方有一个小的飞照 西墙上有一幅 在墙的北边是挂了一些半圆的闭屏 下面这个宝座床是一个吃虎文的宝座床 从档案的记载 基本上都是成型于乾隆三十年 这些档案我也给大家列在了 放在了旁边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把这个屏结下来 但是这一些档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会一一的念 但是这一些都是有依可据的 这个照办处档案记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西堂 虽然是乾隆十一年改造的三西堂 但是我们现成的这些成设和它的装修 基本上是成型于三十年 三西堂还有一幅非常著名的通景画 这幅通景画也是乾隆三十年的 金亭彪和郎世宁他们合作 绘制的这么一幅通景画 这幅通景画也引起了很多的学者 和专家的一个研究 但是这幅通景画 我为什么今天在这里说这幅通景画 我这幅通景画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经历了一个复杂 也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 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档案记载 在养心殿的西暖阁 向东墙上 向东门内的西墙上 有一幅通景画 当时的通景画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幅通景画的样子 当时的通景画 它说是画了一个作案 作案上面有吊瓶 旁边有对子 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瓷的地砖 八宝文的千花地砖还没有 应该是金砖地面 所以它的画上也是画的是 这种灰色的地面 到了乾隆二十八年的时候 三西堂的地面 又进行了重新的铺设 就把原来的金砖地面 起下来以后 改成了现在能看到的 现在保留在三西堂的 这个青花的砖的地面 瓷砖地面 那这幅画地面跟 地面部分 跟这个真实的三西堂的地面 就不相匹配 所以上面的这条档案 就是乾隆皇帝就下令 让王又学揭画地砖 所以这幅画就成了 到了二十八年的时候 大概是这么一种形状 那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中间的对子 中间的吊瓶画的是什么 最近的艺术史学家 乌鸿先生认为 是这么一幅 这个是平安春信图 他认为当时应该是 这么一幅画挂在了中间 关于他的研究的成果 在2020年故宫博物院的 第十期中有刊登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 乌鸿先生的这一篇文章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大体 是这么一种情况 到了三十年的时候 就是乾隆皇帝又下令 让金廷彪重新绘制了 一幅通景画 其中是让面部 是让郎世宁绘制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么一个通景画的 一个演变的过程 这也是我们进行的一些研究 也是代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 所有的学者 都可以参与到这种讨论中 当然肯定会有学者 也不同意我的这种观点 当然大家都可以 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料 和这么分析推 三西堂室内的一幅通景画的 一个演变的一个情况 在就是乾隆皇帝忙完了 一天的工作以后 他就会进入到三西堂的 这个小房间 他自己建的这个小牙齿里头 进行一些文物的鉴赏活动 正月 乾隆三十年的正月初八日的这一天 他看了到了 鉴赏了哪一些绘画和古董呢 根据吴时舟先生的整理 他认为是看了九幅画和 书法作品有九件 其中绘画八件 法书一件 这是我列举的 他那一天看的书画作品 其中有一件涉猎图 李战华的涉猎图 现在是收藏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我跟他对照了 就是他的玉子诗乾隆三十年 他这个并不一定正是他初八日这一天看的 因为我们看的他的玉子诗 大概从初一日到初八日出现了这么一些绘画作品 但是有一些可能他看了也没有写玉子诗 这个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推断 我对照了这幅画上的玉子诗的内容和 乾隆玉子诗全文集里 这一天就是正月 元旦到初八日这一个阶段 他写的这个玉子诗是跟这幅画上的玉子诗是能对应上的 因此可以肯定他那天看的就是这幅画 再一个就是他又欣赏了七件古董 其中玉器有一件 瓷器有一件 根据台北故宫于佩景先生的研究 说这一个其中这个歌谣的词证现存于台北故宫 但是我没有找到图片就很遗憾 没有看到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那乾隆皇帝当时是因为收集了这三幅西式珍品 把这个温史改名为三西堂 但是他也说了并不是仅仅是因为这三幅西式作品 而且是因为世西贤贤西盛 盛西天这么一种三西的这么一种思想 他的老师蔡世远的堂号叫二西堂 他的这个就是用了三西这么一个名词 他说也可以说是因为收集了这三幅 有这三幅西式珍品 这绘画书法作品 也可以认为是西贤西盛西天这么一种理解 但是到了乾隆的中晚期的时候 他为自己退休建造的宁寿宫的仰兴殿 刚才我们讲东暖格的历史变迁的时候 说过仰兴殿是完全是按照仰兴殿来建造的 那是仰兴殿的西暖格的西烧尖 他叫《墨云史》 他在写《墨云史记》的时候 他就是说这个三西并不仅仅是三幅法书作品 而且这个三西就西贤西圣西天 是作为内圣外王的一种依托 所以他这个三西堂实际上是为了表达出 他这个内圣外王的一种帝王的理想 西暖阁的后面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复杂 西暖阁的后部它是分成了上下两层 有楼上一个部分还有楼下部分 楼下呢又分成了东间西间和民间 西边在乾隆38年又接出了一个梅屋 这是乾隆12年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乾隆11年到13年的时候 对西暖阁进行了一个改造 它的功能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乾隆12年我们就看见他有档案记载 这一个佛塔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档案记载是在佛塔的兽头上 接这个莲花接油 那就说明这个时候佛塔已经安装在这儿 他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佛塔殿 楼上就是供奉的一些堂卡还有佛像 那就把当初位于楼上的长春书屋 移到了楼下的西寝宫里面 他就进行了重新的装修 现在我们能看到西暖阁里头有这么几槽非常精美的格扇和方窗 就是装修的构建 这个格扇它的造型非常的优雅 制作也非常的复杂 这个方窗和格扇它的内就是内胎是用栏木制作的 在栏木的外面贴了一层紫檀木的薄片 在紫檀木的外面又贴了一层斑竹纹的这个斑竹的这个斑竹片 所以这个制作起来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在它的窗芯和格扇芯里面又是用紫檀木雕刻的像霉枝的样式 又用这个白色的白玉雕刻的梅花贴在了梅枝上头 就形成了这么一幅梅花形式的格扇和方窗的样式 但是至于这一组的格扇和窗的这一组的装修制作于什么年代 我们现在至今没有查到档案 但是它很符合乾隆时期的一种装修风格 应该是乾隆时期应该是乾隆时期的装修 应该是没有错的 再往西 这个佛堂的西边就是长春书屋 长春书屋是在佛堂的西边 那是在三西堂的北边 它的大小基本上是跟三西堂差不多 它为什么这个地方命名为长春书屋呢 在乾隆年间呢 他们因为是传那个当今法会书 当时乾隆皇帝就给 雍正皇帝给乾隆赐了一个号叫做长春居室 后来他就在很多的地方都用长春书屋的这个名称 在紫禁城里我们有养性殿长春书屋 有养性殿长春书屋 还有崇华宫长春书屋 这三块长春书屋的扁的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幸好现在都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而且在长春园万寿山这个宫外的这些地方 也都有长春书屋 长春书屋也是分为南间和北间 南间跟那个三西堂一样也是有一个高低抗 但是他这个西边是开了一个窗子 在因为可以有这个光线进来 他把它作为书屋呢 他可以在这里看书 临窗看书有一些就不会太这个不会太黑暗 那个光就可以从西窗照进来 而且他在这个他的宝座床的两边安装了两幅大的镜子 这个这个禁止的档案和他制作的长春书屋的格扇 落地照的档案 我们在养心殿的照办处里都有都有记载 所以我也给列在放在这上头 在我们养心殿的勘查的过程中 会发现很多的小的秘密 其中一个秘密就是养心殿 我看一下这个 对 这张图中的这堵墙 这个破破烂烂的壁纸 这堵墙 最后这些壁纸都是破损的 破损以后 这些壁纸要拆下来重新表扶 把这个壁纸拆下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么一堵墙 很神奇 这个墙是干什么的呢 墙上的装饰就像挖出了一个一个的槽子 这些槽子里头安装的是什么 我们一直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翻阅档案会发现 在庸正到乾隆的早期 有一种墙面的装饰的方式 就是在墙上抠成了各种各样的槽子 就像是器物的槽子 再用核牌片 核牌片就是当时我们说的 这个器物的一种模型 就跟我们后来说的建筑的烫样一样 一种模型 把这个做成一种器物的模型 但是这种器物的模型呢 跟我们立体的又有一点区别 它并不是凸出来 凸出墙面的 它跟墙面是平的 它把这个做成模型以后 嵌到这个墙上 嵌到这个墙上的相应的槽子里面 因为这一些所有的这个古玩片 都是西洋的传教士绘制的 所以它本身有一种立体的效果 再做成了核牌片 它就更加显得更加的立体 所以也很有幸的是 《红楼梦》里头有一段描写 就是大观园建成以后 贾政带着一帮人去大观园游览的时候 看见进入的怡红院 进入房间以后 看见满墙满壁挂的都是琴剑玄平 看上去是与墙平的 看上去是挂在墙上 就是凸出在墙面 但是用手一摸 它是与墙平的 这也就是雍正到乾隆找 早期的一种墙面装饰的一种形式 我给它称为就是古玩墙 就是像是墙上挂满了古玩片 这么一种形式 另一个我们发现的秘密 也是很有意思 为什么我们说养心殿的吸暖格的整体的空间结构 是成形于乾隆元年 就是乾隆元年建这个仙楼的时候 我们这些格局就基本上就已经奠定起来了 是因为在这个勘察的过程中 故宫的同仁们又发现了一个小的秘密 就是在长春书屋的天花上面 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装置 有一个铁片的装置 上面有一个拉一根绳子 下面这张图是王子林老师绘制的 我也是借用了这张图 因为绘制的非常准确也很生动 所以就把这张图放在我这个PPT里面 上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遗境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当时并不是很清楚 在它的西间就是长春书屋的 两面有镜子的这么一个宝座的上面 看见了这么一个小的装置 但是到了东边 它的东边的这个套间 就是现在的吴圈栽的这个顶上 也发现了有这么一个装置 那在查阅档案 在乾隆元年的时候 就是在东边画了一个装盘 装盘上头有郎士宁画的画 装盘的外面又有玻璃罩的 那就是说明这个在东边有一个装 放了一个钟在这个地方 那又后来又在九月份的时候 他又下旨 在仙楼的装盘窗户中 拉一个拉钟线 安在了西边的寝宫的罩里面 就把这根线拉到了寝宫的罩里 这我们也请向了研究钟表的专家 他们跟我说这个很可能是一种叫做问时间的 问字的这么一种装置 就是如果皇帝在西边他在看书 看书以后他不知道时间 他就拉一下这个线 这个线伊拉东边那个表盘的钟呢 东边的那个钟他就会发出声音 几点他可能就响几下 通过这个声音呢 那在这边看书的皇帝呢 他就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时间 这也是我们在那个勘察过程中给我们的意外的惊喜 也是非常有趣 长春书也是分成南北两间 北边的这一间呢 直接对着的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堂 佛堂里面有个宝塔 但这个圆光门中间有一个更进入到长春书屋 是要通过一个圆光门 圆光门对着圆光门呢 是一面大的镜子 这样呢就一个镜子照能照的佛堂 但是这个镜子制作的比较晚 圆光门 圆光照是13年的时候制作的 镜子呢是40几年的时候制作的 这是长春书屋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这个圆光照在乾隆元年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蛛丝马迹的这么一些痕迹 来断定它的空间格局 实际上是在乾隆元年就已经成形 之后只不过是它功能的变化 在进行了重新的装修 再往东边走 就是东边的这个套街 叫无倦斋 看不清楚 这个无倦斋的扁是贴在了 这个走廊的过道的上方 无倦斋呢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修行的地方 上面朝着南面 北边有一个佛堪一样的 上面有一些供契 在南边的一个宝座床上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宝座床 上面放了一个暗子 暗子上面放了一些法器 这个宝座床应该是 皇帝们修行的时候做的一个地方 对面呢挂了一个镜子 这样就很神奇 当他在这里打坐的时候 这个对面镜子上 应该是照到了他自己的一个形象 就像是一个如果他穿着这种 那个袈裟或者是佛教的这些服装的话 就像一幅现实版的佛装图 也是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视觉效果 再往西边就是 西暖阁再往西就是梅屋 梅屋是乾隆三十八年的时候建造的 前隆三十九年的时候 两环岩镇盐运使制作了一个香雪扁 他就说是造的上一年的梅屋的扁 一样制作的 这个香雪是在养性殿 宁寿宫养性殿的西边这一间 就是接出来的一间 梅屋呢是在养性殿西边有接出来的一间 当时的梅屋 现在的梅屋一会儿我会有图给大家看 当时的梅屋梅屋里面是由宣石山搭建了一座山的形状 但是到了加庆六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宣石山给拆掉了 室内就安放了宝座 后那个西墙上就安了一个大的方窗 当道光皇帝的时候开始改造这个梅屋 从我们现在现存的道光时期 大概是道光时期的样式雷的图和档案的记载 我们基本上是把它定为道光时期改造的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看到的梅屋应该是道光时期改造的 但是这个也是我的研究的一个推断 如果有确凿的档案或者是图纸 我们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西暖阁复杂的空间变化多端的西暖阁 这个基本的形式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以及它的使用功能我们介绍完了 就开始介绍东暖阁 东暖阁在前加时期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暖阁 大家都观众们也都比较可能对东暖阁比较熟悉 这是慈禧慈安黄碳后垂帘听阵的地方 但是在清代中期的时候 东暖阁的形式是不是这个样子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它分成了上下两层前后两间这么一个空间的格局 其中有明窗 有济所托 有隋安史 有寝宫 寝宫呢就是它灾界的地方 它说了冬至 旗鼓和这个雨季 这个是在摘工摘界 剩下的摘界都是在这个养心殿的东暖阁摘界 还有一个是明窗 明窗就是在东暖阁的西南的这个角落里头 这个地方明窗 它说是因为这个窗户的纸比较通明 所以取着明窗也是也有着这个明目达冲的这么一种意思 现在我们看到的东暖阁是这张图中的样式 在清代晚期两宫皇太后垂帘听证的时候 就在这里垂着设的帘子 在栏杆照的中间有一个黄色的帘子 召见的时候太后是坐在帘的里面 其实就帘的东边 皇帝是坐在帘的外面 这个明窗是东暖阁在他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明窗 刚才已经说了是因为他拎着窗子 窗子比较通明 所以叫明窗 也就是说明目达冲也有这么一层意思 但是明窗是皇帝们元旦子夜的时候 在这里丙烛开笔的 举行这个开笔点的时候的地方 就是书写一些吉祥与江山永故国泰明安 他写的一些词 那基本上就是一入新年万事如意三阳开泰 万象根心和气至祥丰严为润 这么一些词语 在东暖阁的北部 现在这个空间结构并不是很复杂 主要是分成了三间 三间其中两间还是连通的 东边一间就是他灾界的这个灾史 西边就是养心殿前殿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后殿呢五间是皇帝的寝宫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后殿空间也是非常的开畅和简 但就是分成了五间 民间东次间东烧间和西次间和西烧间 刚才我已经说这个成型基本上是在同志的晚期 这是进入民间穿堂的后部 从穿堂后面有一个屁颅帽 我们说屁颅帽一般都是安装在比较尊贵的一些房间里头 所以这个地方安装一个屁颅帽 很可能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进到里面 就是皇帝睡觉的地方 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情况 在他的东边就是必杀除隔断墙 把它给隔断开 在西边就是一个栏杆灶 所以这个房间看起来还是比较敞亮的 西次间是放了一个大的一个龙柜 龙柜当时拆下来的时候 还看见上面刻有天字一号的这么一个字样 在网里就是他的西寝宫 西寝宫的这个床照和加拉库是同志十二年制作的 这个档案全部能对上 而且当时档案说是做了蓝板木的隔扇是一扇 看着下面的这个隔扇应该是两扇 所以它跟档案是对不上的 那实际上他们勘察人员跟我说 这个隔扇是固定的 实际上就是一扇 它做成了两扇的释样 所以这就跟档案又能对应上 这就是西边寝宫的这个状况 东边的东次间也是很开场 很开阔就一朝栏杆照 把它的后面给间隔了一下 前面这是东边的一个寝宫 东边寝宫的这个床照 是安满和玻璃的一个床照 在档案上也有记载 也是同志十二年的时候制作的 那我们说这个后面 养心殿的后殿分为了民间 东次间 东寝宫 西次间 西寝宫 那大家就会很奇怪 为什么东边西边都有寝宫 这个从雍正时期开始 我们在档案中就看见了 东寝宫和西寝宫的字样 只有嘉庆的时候 他把西边的寝宫给拆掉了以后 成了供佛的地方 之后的皇帝又把它安成了 东边和西边两个寝宫 但是至于他到底是睡在哪个房间 现在因为我们内起居住 似乎是不对我们开放 这一些他起居的 皇帝起居的这些状态 我们不能很明确 也希望大家在以后能弄清楚 这么一个问题 到底在东寝宫 为什么要做两个寝宫 也有人认为是为了防止 像明代的时候 这个皇帝遭到宫女们的暗杀 为了避免这么一种情况的出现 但是到底是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 我们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是东西寝宫的一个样式 再一个就是我们最后再讲一下 养心殿后殿的东西二房 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东西二房是慈禧 慈安住过的地方 慈禧按照他的这个地位 他只能住在西二房 在慈安呢 他按照他的地位是住在东二房 东二房叫皇后殿 皇后殿 所以慈安是住在东二房 这是咸丰二年的时候 给这两个殿命的名 同志初年的时候呢 就是慈禧慈安 他们分别住在水旅殿和平安市 那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在这住很长的时间 这个是他们名义上的正式的居住的房间 实际上他们都住在长春宫的东西配殿 到了同志九年的时候 同志皇帝要结婚 结婚以后这个两宫皇太后就离开养心殿 但是同志九年的时候 东边的水旅殿就改为了同和殿 平安市呢就升了一级 叫着燕喜堂 这个燕喜堂的名称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了光绪十四年 也是光绪要大婚的时候 同和殿呢又改成了体顺堂 这样子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体顺堂和燕喜堂的名称 也经历了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 那其中的原因 我想跟慈禧太后心中的不符 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不能把自己居住的房间升为店 他只能把慈安居住的房间降为堂 这样燕喜堂和体顺堂就保持了一定的平衡 在我们看里面的装修 在咸丰十一年的时候 当时的水旅店的改变并不是很大 他因为以前就是皇后住的地方 所以他只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但那个平安室 就是慈禧要住的房间的平安室 就根据水旅店的样式进行了改造 但是因为他改造的比较仓促 有一些床都是用旧的床移过来的 他的隔断也没有做得非常精致的这种隔断 到了之后的改造 每一次的改造 慈禧都要按着慈安的样子来进行 对他的曾经住过的房子来进行改造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燕喜堂和体顺堂 现在基本上是保持了平衡 都是使用的是相同的装修式样 但是文式是有点区别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左边的图是体顺堂 就体顺堂它是因为是之后作为原状陈设 给向公众展示过 所以体顺堂它的有的一些陈设 和室内的这个家具都是摆放好的 但是燕喜堂因为没有对外展成过 没有对外开放过 所以它里面的这种陈设是没有的 所以看到这张图里面 大家就可以分出来哪个是体顺堂 哪个是燕喜堂 这个都是他们的民间的状况 这是冬刺堂和冬烧肩 你看也都是一样 都是用的栏干燥 只不过是床的形式是有一点变化 这个体顺堂的炕上面 还放了一个玻璃化的一个抗屏 微屏玻璃化的微屏实散 这个我们也找到了档案 跟档案是完全能对应上的 它当时是实散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八散 这个档案里面也说了 最后它安装的是八散 剩下的两散给拿走了 所以这个 有档案 有图纸 有实物 这就是我们故宫的优势 所以你就把每一个器物 或者是 它的制作年代给定下来 这也是为了之后的展成和研究 做打下一个基础 这是它睡觉的床的样式 基本上就是为了保持平衡 到了同志时期开始 就基本上宴席堂和体顺堂 用的这些装修都是黑色的 像紫痰色 实际上它不是紫痰色 它是叫打紫 越少 它制作装修用不了那么 没有那么多紫痰来做装修 那为了追求这种紫痰的这种效果 它就在这种栏木或者是摆木制作的装修上头 涂上了一层紫痰色 这叫打紫痰色 而且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从养新店的 从乾隆时期的装修一直到清代晚期的装修 它的空间也是有一个变化 到了清代晚期的装修 它的房间逐渐的给打开 连仙楼也给拆掉了 空间也变得比较的敞亮 其中我们在文献上头就看见 同志皇帝说了一句话 正最习敞亮 所以到了清代晚期的空间的格局 跟清代中期那种复杂而窄小的 那么一种空间格局是不太一样的 再一个就是对东西为房 也是平分为门事情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着它现在的 现存的这些装修的格扇和落地罩 应该是在光绪时期制作的 再一个就是东西佩殿 东西佩殿是干什么 东西佩殿就是放这个 去世了的皇帝和皇后的牌位 这个是右边 左边的这一段话是乾隆皇帝下的旨 他就说这个东佩殿 原来是在佛堪的右边 供奉的是圣主仁皇帝和皇后的排位 到他以后去世以后 就把他的位置摆在西佩殿 但是如果摆不下的话 这些祖先的这些牌位就最后移到 景山的寿皇殿 以此类推就这样子不断的变化 这就是东西佩殿主要是供奉 去世的皇后皇帝和皇后的排位的地方 这就是整个我们说的养心殿的建筑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养心殿它这个建筑因为从雍正朝开始 就是作为皇帝勤政宴请的地方 一直到了清代的结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见证了整个清代的历史的过程 再一个 它的功能非常的齐全 前殿分为民间东南阁西南阁 它的后殿又是它居住的地方 前殿又是它礼正义事 鉴赏读书赏景 这么一些功能的存在 所以它功能齐全 不同的建筑的功能 它所使用的装修和它的陈设特点 也都集中在了这么一个养心殿 一个小小的养心殿 就成了一个大的紫禁城的 一个微缩的一个小的空间 再一个就是它前殿和后殿的功能 是不一样的 也体现了清代的这种家国同构的这么一种建筑制 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 再一个因为养心殿它经过了频繁的改造 所以它每一次的改造都是出自于皇帝的这么一种意愿 所以从养心殿不同时期的内颜装修的移存和它的陈设的变化 我们可以反映出清代的这种室内空间结构的变化和装修工艺的一种演变的一种过程 那也可以折射出帝王的一种情趣和爱好 谢谢大家 我的养心殿的讲座就简单的介绍到 刚才张老师接过档案和图像 对养心殿的空间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树立和考察 还原了养心殿的原状空间结构 历前受益良多 张老师从三个方面为我们做了生动而精彩的讲解 信息量很大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和梳理 第一个方面是养心殿建筑的历史 养心殿建于家境16年 可能与家境念丹的无念殿有关系 康熙时候改为照办处 庸正将尺殿的改位 倾心于处理政务的地方 庸正之后离代皇帝居住于尺 都对养心殿进行了改造 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装修特色 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改造过程 而形成的一种叠加的一种原状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养心殿的一个原状 第二个方面是养心殿室内空间的离世变迁 孙智时候的空间因为没有文献和实物 无从考证 康熙养心殿有一个正殿 有东西配殿 正殿的分为民间和东西暖阁 新暖阁是一个开厂的 没有隔间的靠南的窗户有炕 到了雍正时候 对养心殿进行了改造 东暖阁打建有仙楼 有长春方丈 仪式 春河 羊僻障等这些空间 西冷阁捨了一个陡坛 特别神气的地方 对 它那个陡坛设的好像稍微晚一点 跟它生病有关系 对 大概是雍正八九年的时候 民间是宝州屏风悬挂中正人后边 我们看到的养心殿的那个 这个中正人后那个边是雍正时候悬挂的 到了乾隆时候 对养心殿进行了大过一谋的改造 养心殿最大的改造是在乾隆时候 西冷阁增建了千楼 并把西冷阁分过了众多的空间 又改铺了金庄地面 十一年对改温室为山西堂 将仙楼改为佛堂 东暖阁也进行了新的装修 十五年的改造民间 天子子坛部的书阁 更放了屏风和宝座 二十八年到三十年对山西堂等处进行了改造 二十八年搭建了西尔殿梅屋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对对对 三十八年搭建了这个西尔殿的梅屋 张老师截后这个样式图 对过空间进行了比较说明 发现了空间的变化及其所在原因 并截后太上皇宫养心殿进行了比对 指出变化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道观十四年对东暖阁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扯出了这个仙楼 特别奇怪的是同时时候又恢复了这个仙楼 咸峰 咸峰二年 又恢复 然后又踩错了这个仙楼 这不就来回的这个多此一举吧 是不是 然后为这个 这是这个同志十二年应该是 是咸峰十二年 同志十二年 然后他的这个改造为养心殿垫底脑基础 同志十三年 十三年 同志十三年为今后的养心殿垫底脑基础 东暖阁 东暖阁 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造了 窗塘呢 主要是同志晚期进行了改造 后殿呢 有皇帝的寝宫 是皇帝的寝宫 东西呢 有寝宫床 主要形成于雍正前龙时候 咸峰时候的东间呢 有忧郁灾和仁间石 同志十年的样式图与现在的布局基本上是相同的 现在的后殿的空间呢 应该是形成于同志晚期了 十二年了 对 前殿的民间西暖阁 基本上是乾隆时期的这个空间结构 东暖阁呢 保持了同志十三年的空间格局和装修 窗塘和后殿呢 是同志晚期的格局和装修 第三个方面呢 是养心殿建筑的内颜装修及使用 前殿是礼政 义事 建桑 读书 礼服 栽建之处 后殿呢 是寝宫的地方 还有它的这个 这个外面的什么这个这个东配电呢 东西配电呢 包括东西耳房呢 它的围房呢 等等 那么养心殿呢 是皇帝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那么张老师啊 对空间的装修成熟和使用功能呢 做了详细的讲解 逼结后这个起居住 重点讲解了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这一天 乾隆皇帝在养心殿的活动轨迹 这不是我的吗 是吴师周先生 吴师周先生的 对 然后通过张老师的讲解 我们更加清楚了 这一天他到底在干什么乾隆皇帝 我们不禁对这个建筑的空间也要了解 最后对皇帝的活动我们也要了解 清晰的了解 那桑西堂呢 装饰了一幅这个著名的通经画 这个通经画在研究了这个特别的这个 这个火爆啊 很多专家都对他进行了研究 张老师对此话做了考证 理清了通经画的前后的这个变动和最后的成型 因为我们结识了在维修养心殿时 发现的乾隆的长春舒武隐昌的奥米古王墙 和这个拉中线 特别神奇啊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接下来的张老师对各个宫殿的装修做了详细的讲解 是我们反复身临其景 领悦了宫殿里面最核心的宫殿 养心殿的神奇 我的总结呢 应该是这个瓜以落望啊 好多都没有总结到 这张老师这个党案文献工地深厚 结合图档和实物 梳理了养心殿空间的变化的这个脉络 不同的时代的空间 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童子 光绪 应该还有宣统 是八代帝居 但是宣统基本上没有什么改造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追求 不同的内心反应 张老师都给我们娓娓道来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总体感觉养心殿呢 民间开窗 其他空间呢 比较拥挤 隔间很多 但是呢 装饰豪化 装饰乏力 成色精致功能齐全 是紫禁城的龙所 是吧 紫禁城的龙所在养心殿了 所以说再次感谢张老师 下面呢 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进行互动 希望大家呢 抓住这个机会 多提提问题 最好把张老师给问倒了 那是最好了 一个问题就能问倒了 看看有没有 有一个观众提出来 说请张老师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 建梅屋的原因 建养心殿香学的原因 这是什么都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梅屋一个香学 哦 这个那就谈谈我的理解 嗯 有一次在这个研究室的一个 小型的一个研讨会中 我们专门做了一期梅屋的 这么一个建筑的一个研讨会 当时我也说我认为这个建梅屋 跟这个乾隆皇帝喜欢梅花是有关系的 而且这个香雪 香雪海跟他去香雪海 苏州邓魏 那个吴州是叫邓魏山吧 还是叫什么 邓魏山 他在建养性殿之前 这个可能是养心殿没有梅屋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是不是激发了他的一种想法 因为你看这个就养心殿室内的梅花的景致特别多 就包括他西暖阁后面那个佛堂里的装修 都是装饰的是梅花的装饰 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跟他喜欢这个香雪海是有关系 所以在养性殿 建养性殿的时候他可以统一规划 因为养性殿养性殿的建造 35年乾隆皇帝下旨 36年的汤样就出来了 我就认为他很可能在建养性殿的时候 就有这个梅屋的这么一个建筑的设计 后来就又反过来 把养性殿又西边又揭盖了这么一个梅屋 所以从他的装饰来看 站在梅屋往东看 通过他的过道 一层一层全都是梅花装置 好 这个提问的老师很多 提问的观众很多 有一位观众提到了 说这个西卵阁里的紫滩木福塔 是不是罗阳博物馆展出的那个 不是那个 我会回答不是那个 对 对 因为他这个太大了 要拿出来很难拿出来 那是 还有一个观众提问 是按照养性殿来建造的 包括他旁边的那个 就是梅屋和香雪也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看见的 我们看见的梅屋已经没有了室内的那个宣石山 但是现在的养性殿的香雪还是保留了这个宣石山 但是他为什么要建造这么一组建筑 我觉得还是他想退政以后把这个地方作为他礼朝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当时在建造的时候35年 他是信誓旦旦的说他要退位 实际上到了60年的时候 他把皇位给了嘉庆皇帝自己并没有搬出养性殿 还是居住在养性殿 最后嘉庆皇帝没办法是住在了玉庆宫 对吧 他去世以后嘉庆皇帝才移居到了养性殿 所以我认为他建这个养性殿 可能就是为了他以后在这里办公来做准备的 但是他肯定当时想的是我退位以后 可能把权利交给下一届的皇帝 但是他手中还是会掌握一些权利 他可能还作为训政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的想法 好 还有一位听众提问 请张老师再展开讲讲嘉庆六年改造梅屋的具体情况 比如说扯出宣石这个事情 这个档案没有具体的记载 他就是那个档案 我这次因为一个多小时 我已经占用了很多大家很多时间 所以有一些档案也就没有放在这项头 当时的档案也是不是很详细 他就是写的好像是拆除宣石三 反正就是一句话 具体他是怎么拆的 但是他里面后来好像是放了一个宝座 西边开了一个方窗 这么一个记载 因为档案的记载 他有的不是很详细 照办处的档案记载是比较详细 但是工程档案有的记载并不是非常的详细 我们都是靠着综合性的研究 还有综合性的档案 就是旁边有一些借助其他的档案 来分析来推测的 总之把这个煤屋裁除的话 挺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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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们有免除 不过好在我们香雪还保留下来了 保留下来了 还有一个听众提问 说桑西塘上层仙楼空间的功能是什么 几乎密闭的空间 那就是河塘吗 那个吧 它是 现在我们是空着的 它是向南生出来的一部分 最初乾隆元年的时候 它修这个仙楼的时候 它这个仙楼的旗址位置 是沿着就是三西塘的北墙这个位置 后来它又下了一道玉址 就是说把这个仙楼向南延伸到窗户上 所以三西塘的顶 三西塘的上面也是仙楼的一部分 这是它过了几个月以后 再提出的这么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仙楼的形状 就是往南又伸出来这么一部分 我们来断定它这个仙楼的格局 在乾隆元年就已经形成了 这个有一位故宫的听众提了个问题 问张老师 说在仰心殿调查中 发现佛堂二层地毯下面有一层蓝色的纸 不知这样的内眼装饰有什么讲究 你注意到这个了 我没注意到地毯下面 我没注意到地毯下面 但是我们在后殿的炕的地上 是发现了有那个是砖还是什么 还是一层就是带文式的砖 我还没有注意到地毯下面的那层 对 还有地毯下面有一层蓝色的纸 这个还没有关注过 下去以后问一问 请教一下相关的研究人员 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档案 对 请不吝点击 看见 请不吝点击 见 感谢观看